看了励志当年与赌王跳舞照,才知道李连杰为何愿意为他抛弃气质。 说到娱乐圈中的打星,很多人难免会想起李连杰,然而每一次说起李连杰的时候更多人想起的是她的感情,她是出了名的痴情汉子。 当初她跟励志的爱情故事把多少人都感动了。 曾经李连杰还说过为了励志她愿意放下自己拥有的一切,可见她对励志的感情是多么深的。 励志在1961年出生,在1986年的时候就获得了亚洲小姐的冠军,在此之后,她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。 她跟周润爸也拍过戏,跟李连杰会相识也是因为戏外生情,在1989年的时候,两人就已经相爱了,当时李连杰还说过要是十年后我们的感情依然不变,那么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结婚,最后果然两人的感情没有变,真的结婚了。 李连杰在视野上是非常有成就了,但是她的人生中还是有两个污点,一个就是关于国籍问题,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跟前妻离婚的问题,因为很多人说她是为了励志才跟前妻离婚的,是一位不负责任的男人。 不过不得不说当时的励志确实有很大的魅力,那个时候就连赌王和红都对她展开过追求。 我们都知道赌王是非常爱好跳舞的,她的几位太太也是通过跳舞认识的,而励志的舞姿是非常曼妙的,自然就吸引了赌王的注意。 听说当时赌王的妻子王太太还对励志进行追杀,不过后来经过调解之后终于和解了。 后来励志还是回到李连杰身边,李连杰在之后的日子里大量接戏,为的就是帮助励志还债,可见他对励志的情势多么深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